世光驕傲了嗎 很驕傲 世光很自大嗎 世光超級自大 世光很有自信對不對 我超級有自信 在今年5月份開始 我們對於黃金 進行一個非常悲觀的看法 當時我們就跟別人不一樣 債務違約 對於黃金是個利多 我認為美國債務違約 是個很無聊的討論 美國自搭舞台 自導自演一部恐怖劇 所有人還要為此買單 所以債務違約 對於黃金是個利多 可是我們在5月4號提到利多出境 今年下半年 看空黃金將有重大的機會 好到了5月8號 黃金突破之後 也提到了 黃金可能已經出現 假突破的訊號 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不斷提醒大家注意 黃金的期貨操作 出現了非常匪夷所思的正價差 在實質利率為正的情質之下 期貨的深水莫名其妙